欸 啊不是說我家啊 怎麼地址給錯的 不是 這 不是說他家 你地址怎麼給錯了 欸 你 要不然現在要幹嘛 要不然現在要幹嘛 不 我餓啦 走啦 身為一個三重阿妹啊 一定要帶大家來吃 在地人才會來吃的美食 首先呢 我要先帶大家來吃這個 三重牛乳大王的炸雞排 來點點味 走 它的汁超級多 而且我最喜歡吃它的皮 因為它的皮很脆又很香 最重要的是你們看它這個汁 就一咬它就這樣流出來了 這個飲料店呢 它本來就非常的有名 但是呢 老闆想要讓大家有不一樣的下午茶 所以就把雞排店開在外面 結果雞排店更有名 既然我們已經吃了 我們的開胃菜 接下來要帶大家吃更多更好吃的 我們走 先不管你吃不吃的下 我現在要帶大家我最愛的小吃之一就是 水捐住霸丸 走囉 你們看喔 來了 你看多Q 那我現在就來試試看它的霸丸 它的皮非常Q非常彈 而且非常的有味道 它的醬是重一點 非常甜 然後它的裡面呢也有這個筍子 它給的也非常多 你看分量超多的 因為它的肉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辣辣的 所以你吃整個下來你不會覺得很膩 因為每個東西都有不一樣的味道 但是又很合 非常好吃 因為難怪是我的名單之一 好啊那吃完包吵之後呢 我要帶大家去吃 好吃的豆花囉 走囉 這間呢 是我從小吃到它的豆花店 然後它呢已經有三十幾年了 跟上一家一樣 它的招牌呢就是這個豆花 但是除了豆花以外呢 它的藝人湯啊 粉圓檸檬 昏桂還有這個綠豆湯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它的豆花很綿密 你一咬就會這樣畫在你的嘴巴裡 再來呢它的花生煮得有點軟軟 然後甜甜的 所以整個合在一起 非常的剛剛好 最重要的是它這間豆花店 它可以調甜度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口味 然後去調整這個甜度 那我覺得今天差不多了 差不多該收工了 掰掰